- 房產高峰會名人就看這一位 大家好我是欣鈺 今天我來到這棟遠雄大樓 要來拜訪傳說中的神力女超人 她是整個遠雄房地產的總經理 大家都叫她房產女王 在疫情期間的2021年 她竟然帶領整個公司 創下一整年533億的業績新高 工作上幹練 但私底下的她是一位 溫暖的好太太好媽媽 怎麼樣兼顧家庭工作還有生活呢 今天我們就獨家帶大家來揭秘 哈囉張總 哈囉欣鈺 這是我們的辦公室 這是我們的菩提樹區 這是我們的菩提樹區 張總你一整天這樣子的行程會不會很滿 我的行程的話是由我的秘書決定的 每天早上她會跟我說 我今天的行程是什麼 但應該都是密密麻麻的吧 欸 基本上是如此的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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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實像要管理這麼大的團隊啊 你一定有你的一個核心的理念嘛 那你的3570計畫呢 3570的話呢 是今年2022年的願景計畫 首先來講 我們希望三年之後呢 可以做到人才培育 在五年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逐夢其飛 哇 那大家有共同的腳步這地方的話 一起往前努力 是的 那在七年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做到品牌定位 而在十年之後 那我們就可以永續經營 哇 果然是大人物有大格局 不過我們今天來的目的啊 其實是要挖掘不一樣的張總 所以馬上就要來到我們下一個環節囉 關於我 可能讓你很意外的Point 走吧 最近網路上最流行的互動 絕對是關於我 可能很讓你意外的Point 不過房地產女王篇 你一定是第一次看到 張總已經在遠雄系統服務30年 而且永遠都是說到做到 因為這是一座少林市 我在這兩天練功練了30年 學到本時賺到錢才能下山 現在目前呢 我還在修煉當中 張總曾經創下40分鐘賣出 8.2億房子的紀錄 哇 40分鐘8.2億 好難連接在一起耶 那一段的歷程的話 是一個非常難得的養分 平均一年要銷售700戶 其實真的非常不容易 真的很難啊 我覺得在銷售的過程當中的 它都會有一個階段性的一個紀錄 2020年的話是銷售430億 那在去年的話更創了就是說 歷年來的新高533億 疫情期間嘛 大家可能都會講說 買房子的人可能會變少 沒想到呢 我們遠創力竟然業績不減反增 看得太樂了 2020年開始我們做數位轉型 安排了一些數位的賞屋 我的聲音其實就在它的耳邊 我的畫面就在它的眼前 是one by one 非常專注的做線上的賞屋的 非常聚焦 先看第一次 嗯 對 但是就馬上就會很想要來看現場 對 對 對 一看到現場 我就決定要買了 對 復來訪及成交 原來張總你是一個表格達人加收納達人 當我們要討論一件事情的時候 把這個時辰這個地方先把它畫起來 將它都擺在一個空白的一張紙上面 變成是你跟我共同擬定 最好完畢之後 我們也能簽個名 嗯 對 我記得我之前不知道在哪裡聽到 就是說會用表格的人都是聰明人 哈哈 謝謝有沒有 這個鉛筆盒裡面有什麼 有兩件事 一 小文具 第二種的話就是筆 在最快速的時間 能夠拿出來放進去 世界化解決它 收納這件事就會變得很重要 公司有一個神秘的衣櫃 裡面有各式各樣的衣服 工尋裝開工典禮的 商務洽談的 我在辦公室的 或者我去提案的時候的戰袍 符合你的場合以及職務別 作戰包啊 我只要是提案 我都一定拿著它 裡面擺著我的愛佩 它也是我的幸運包包 生活中讓大家會很意外的point 張總開始注重生活 竟然是跟老闆有關 以前的一些訪問上 對於張立榮來講 他都是一個以工作為重的 專業經理人 其實文家董事長 他一直指導著我們 就是說你要過好生活 才能做好工作 聽到你放假比你還開心的老闆 是欸 是我覺得是如此欸 張總的行事力上面竟然有安排家庭日 這是最重要的 我覺得家庭是我們人生上面最重要的一個全員 其動力 所以家庭日的話一個禮拜應該要有一天以上 張總的生活小確幸竟然是追劇 很優勢欸 是啊 你不覺得追劇這地方的話 我超愛 放空 讓自己變得年輕 我最近就追了我的奇妙男友 啊 那是好帥喔 說呢 我們的攝影師長得也很像 我的奇妙男友的男主子喔 是的 但是我們是不會跟大家說 但他長怎樣子的 對 張總的修繩娛樂除了瑜伽之外 竟然還有拳擊 新學的新運動 好酷欸 非常棒 非常的紓壓 而且我覺得他有專注目標 挑戰的一個動力 所以等一下我們會帶大家去看 但接下來的下一個part 我們就要讓大家從快問快答的部分 來更了解生活中的張總囉 緊張了緊張了 快問快答 準備好接招了嗎 OK 第一題 工作和生活怎麼選擇 生活與工作不是選擇題 對喜歡上班的什麼時段 中午準時吃便當 怎麼顧好工作和家庭 家庭這樣會照顧好我 結婚到現在二十多年 和老公最甜蜜的事情 老公送我上班 老公接我下班 婚姻要怎麼保鮮 好好說話 輕聲細語 成功有什麼心法 時間的管理 生活的規律 品質加速度等於競爭力 一句話說明什麼叫懂生活 過好生活才能做好工作 最後一題 一句話鼓勵年輕人怎麼享受生活 做就對了 那我真的很忙啊 我沒有時間 要怎麼做到享受生活 其實一轉念逆轉身 治癒了之後的話 就可以做到時間的管理 從工作啊到生活 都可以感覺得出 張總是一個SOP打人 不過在高壓的 爭分奪秒之下 要怎麼紓壓呢 那我就專注挑戰 我們來到了全機場 要挑戰張總了 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 有點痛 真的嗎 然後不敢練一下 需要我教你嗎 要 好 來 一的話 左手這地方 護住我們的眼睛 護住眼睛 左手這地方 心胸放 我們要開始囉 好 一 一 再回來 二 然後再來一次 二 這部分來講話 因為拳擊來講 要護住你的頭部 二 它是透過身體的力量 然後打出去 所以通常來講話要打 啪 做完這個拳擊 真的是滿累滿不容易 當中你在做拳擊的時候 你想的是什麼 其實就是專注當下 我們在工作在生活 都有很多的雜訊 透過拳擊能夠讓你 專注於當下 也會讓你更有人量 去迎接挑戰 所以對你而言 你房地產工作 回到這件事情上 是一個什麼樣的意義存在 房地產其實我一直認為 它是以家為核心的一個產業 建築來講它本身是一個容器 其實在這裡面的話 裝滿了生活 家庭 人們 從個人到家庭 到工作 那我覺得它都是一體的 聽完整個全部的內容之後 滿感動的是 張總他賣的就是房子 他在幫人家打造新的家 生活 更非常的有人味 有生活味的一個地方 所以相信大家靠眼鏡的指定 也會更了解張總 很多的一些心法 如果用在工作上 在生活中 一定也都是非常的受用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節目 特別感謝我們的 張立榮 張總經理 房產高峰會 明年就看這一位 幫我們 按讚 訂閱 分享 下次見囉 掰掰 按讚